在万物中找到他,第38天,从醒茶到感恩 我们之前提及过,当下是我们唯一可以真实的找到主即能与主相遇的时机 而当我们在此时此地,整个人临在时,就是我们最能够惊艳天主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能够达到这个活在当下的境界,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幸好,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灵修习惯,帮助我们锻炼活在当下的灵性肌肉 圣依纳绝将他自己每日做醒茶的习惯,设计成为一个每天的祈祷方式 帮助我们透过每天抽时间去反思当日的一些生活经验 来审视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灵在及足印 及他透过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人或物所赐予我们的祝福 这个祈祷方式叫做意识醒茶祈祷 每天做一至两次,通常在一天的中午及晚上进行 圣依纳绝的用意是希望透过建立这个祈祷方式 慢慢将意识醒茶的习惯带进生活当中 当我们越来越醒觉及意识到天主的灵在及祝福时 我们就能够更容易于当下在万物中找到天主 主耶稣曾经提示我们 跟随祂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要弃绝自己 还记得在毕竟的较早阶段 我们提及过自己就是天主的真正对手 因为我们会将自己及我们的追求及欲望 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 可是当我们不知道自己被什么吸引及捆绑时 我们又如何知道应该弃绝或放下的是什么东西呢 不过,如果我们每天有意识醒茶的习惯 能够花时间醒茶自己的欲望、动机及犯罪倾向 我们就能逐渐地更认识自己及一些自己容易跌倒的地方 并及早向天主求助 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弃绝自己及脱离自负及自我中心的问题 圣依纳觉的意识醒茶 除了帮助我们回顾及承认自己的缺失之外 更重要的,而且是首要的重心 就是为天主在我们每天大小事上的祝福做感恩 要知道,我们就算不至于忘恩负义 也是常常处于不感恩的状态当中 我们很少察觉及承认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 反而觉得是因愤得到的 或甚至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而获得的应有赏报 最后,我们就会将自己当成生命中的主宰 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们的目光就只会看到自己 而不会在万物中找到天主 久而久之 我们更会对生命中的种种祝福变得麻木 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们不能够承认生命中的祝福是天主的恩赐时 就等于否定天主及他对我们的爱 根据圣依纳绝的定义 不感恩是所有罪的根源 因为最其中的一个定义 就是误用了天主赐给我们的礼物 如果我们希望还爱于天主的话 学懂表达自己对天主的感恩之情 是一种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有效方法 更是我们这些渴望在万物中找到天主的基督徒 必须要培养的德行 当我们能够明认自己的生命受到天主的祝福时 就会诱发我们渴望去回馈天主的心 并会效仿天主对我们无私的慷慨 去祝福其他人 这就是天主想我们还爱于他的最佳办法 正如主耶稣在马斗福音第二十五章四十节这样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我们越能够效仿基督 越能够跟随基督的训事去生活 我们就会越消失他 越能够在我们接触的人面前显露天主的面容 感谢观看 您有每天抽时间做自我省茶吗 今天的默想中 有没有令你更有动力去开展或改善每天自我省茶的习惯呢 感谢观看 你是否容易察觉到天主在你生命中的祝福 并为这些祝福 并为这些祝福感恩吗 你会如何令自己成为一个更感恩的基督徒 感谢观看 现在请你在主的面前邀请他提示你 如何在生活中建立好的灵修习惯 帮助你达到弃绝自己 及更消失基督的目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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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耶稿 多谢你在今天的反思中 提示我每天要去做省茶的习惯 我知道我对你在我生命的灵在及祝福 并没有敏锐的触觉 常常觉得你赐给我的种种恩赐 是我因愤得到的 是理所当然的 主啊 我对我这些不感恩的态度向你道歉 求你原谅 求你赐给我更大的决心 以更认真的态度对待你 并以行动兑现我对你的承诺 不要让我再令你失望 主耶稣 我真的希望能够在万物中找到你 请不要让我的自我中心取代了你在我生命中的地位 请教我学懂每天去投靠你 于是哪里 你也不得到你 与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您参与这个四旬期的四十天灵修之旅 希望您有所启发及得着 为了各位的灵性益处 生命恩权每年都投放不少时间及心血 制作不同的灵修项目 而我们的所有事工 都是透过支持者的慷慨捐助才能延续 我们希望您以祈祷及捐款支持我们 请用网页lent.fll.cc顶部的按钮 做网上捐款 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祝主内平安